那么我希望中国政府要改变一个过去外交的被动的局面 应该主动的不是出击 而是构造下一个棋局的舞台 如果大家都认为美国必胜,中国必败的话 中国提出来的任何国际建议都是没有号召力的 这点,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自比自己,纵横天下 我是梅山剑客陈平 那么我希望中国政府要改变一个过去外交的被动的局面 就是不要等到美国先出击 然后中国被动的应付,被动的防御 而应该什么呢 应该主动的不是出击 而是构造下一个棋局的舞台 如果大家记得,在美军参战南朝鲜登陆以后 毛冬和周恩来就已经给美国发过警告 如果美军要越过三把线 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这个警告,美国并没有信以为真 因为中国的信号太弱了 然后等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越过鸭绿江 发动五次战域了 美国开始还不相信中国有可能介入朝鲜战争 我认为这个教训我们应该吸取 就是中国不要太强调自己的和平发展的道德愿望 而是要吸取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经验 在现在来说 在拜登上台以前 就要采取主动 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 在拜登1月20号接任美国总统以前 立刻宣布一条废除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然后等待和拜登领导的新政府重新进行贸易谈判 好处就是给民主党和共和党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 然后在两年以后 美国进行中期选举的时候 那美国关键的摇摆州 主要就是现在投票支持 特朗普的红州 北方的农业州 南方的能源州 还有东部的铁锈地带的摇摆州 他们来决定 根据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决定 而不是参议员 众议员打那口水战 这种高度来决定 他们到底支持和中国继续升级贸易战科技战 甚至是法律战政治战 还是愿意和中国和平共处 由他们这些州的选民决定 所以我废除第一阶段协议 这两年之内 跟拜登政府谈判新的贸易协定 他们如果想要获得政绩 那他就会提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如果他搞不定美国国会 那就什么协议都达不成 那也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结果和现在的特朗普是一样的 他的政绩归零嘛 然后他们两党可以分别竞选 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走势的预测和主张 然后让美国选民来决策 到底是和中国进行有限的合作和交往 还是要全面和中国脱钩和围堵 就让美国选民决定 没问题 所以方法非常简单 然后在宣布终止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 中国可以坦率的说明理由 什么理由 第一条 任何贸易协定和外交协定一样 前提必须是双方信任 然后里根总统讲的信任 但是要检验是可以接受的 蓬佩奥讲的不信任还要检验 是不可能接受的 因为中国不是战败国 没有理由接受美国的司法裁决 这点要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跟下一届新的拜登内阁打交道的前提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双方可以建立有限的互信 那我们就进行谈判 如果在贸易问题上有互信 我们就谈判贸易 如果在核武器的控制上要建立互信 我们可以谈判核武器条约 前提是你要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 交换条件就是你废除台湾法案 我才跟你谈判 中国加入美苏的限制核武器条约 否则你要干预这个台湾问题 那中美就有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再来讨论要求中国加入这个核武器的协议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个我认为中国应该公开的表态 不要采取这个模糊的政策 我下面要讲 我先要分化美国试图要建立的民主联盟 然后要在东亚搞新的北约 我要不把这两件事情给搞定 然后我空讲如何处理美中关系 尽管我有表态和平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愿望 但是如果两手不应的话 这些美好的愿望都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毛冬早就跟我们说了 如果战争打不赢 你要搞土地改革 送给农民土地赠 农民也是不敢要的 所以不要以为中国的美好的道德的高调 就能自动地获取世界人民的支持 其实中国以外的各国人民都在看 到底美国和中国竞争 谁会是胜利者 或者起码是有军事 如果大家都认为 美国必胜 中国必败的话 中国提出来的任何国际建议 都是没有号召力的 这点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好 我再强调一遍 中国要采取主动 而主动的信号不能太模糊 大家要记得 毛冬想要和尼克松会谈的时候 开始只做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动作 就在国庆节 让美国记者斯诺在天安门上露面 高调的报道 希望斯诺给美国总统传递信息 但是美国总统的班子 连基辛格这样的战略专家 也完全看不懂 看不明白中国的意图 所以我认为 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外交方式 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 要更主动 更公开 更直接 好 知彼知己 祝恒天下 我们休息一下